这个星期对于拜登政府的元首外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起步 拜登到英国参加G7 这是他就任之后选择的第一次境外访问 而另外他的副手贺锦丽则到拉丁美洲拜访 最主要原因贺锦丽要解决的是美墨边境的移民五月再创新高 一个月超过18万人涌向美国 成为拜登不可承受之重 而他一改川普政策 开放边境也开始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批评 所以贺锦丽选择第一次出访到南边的墨西哥跟瓜地马拉 希望面对面从根本解决移民涌向美国的问题 原本说要去美墨边境的贺锦丽最后没去 同时他提醒瓜地马拉民众不要去美国 让贺锦丽饱受共和党甚至民主党内也批评 那么蜂拥美墨边境的中美洲移民 因为各国的各种问题 让他们踏上了千里移民之路 但是他们把他们的问题寻求到美国解决 这让很多美国民众也未必能接受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上任后首次外交处女秀选定南边邻国瓜地马拉和墨西哥 但就如同他的专辑空军二号在出发时因技术性问题折返 他短短两天的访问恐怕不但外交没加分政治上更遭遇乱流 此行最吸引美国媒体关注的就是他去不去爆发危机的美国墨西哥边境 贺锦丽在NBC主播追问下这样回答 共和党众议院二号人物立刻推文 直指眼前讨论的是一场危机而不是去度假 贺锦丽令人傻眼的回答 立刻引发保守右派激烈批评 而他在第一站瓜地马拉 这个说法也让左派不满意 贺锦丽对瓜地马拉的移民发出严正警告 高喊不要来美国 党内同志众议员欧加修扣地兹立刻推文大表失望 就怕美墨边境问题成了未来的政治包袱 贺锦丽强调这回出访 是要聚焦移民的根本原因 像是腐败和缺乏经济机会 为了解决这根本原因 贺锦丽在瓜地马拉宣布新的打击贪腐工作小组 赤资约9000万美金 相当台币25亿增加经济机会 也与墨西哥达成协议 在中美洲促进农业和青年计划 高调出访却引发诸多争议 再在显示贺锦丽要面对的挑战有多复杂 过去美国也试图支撑中美洲 但依旧无法遏止移民逃亡美国 即便那所谓的美国梦可能是拥挤的收容所 甚至是常年的等待 这对17岁在台湾友邦宏都拉斯 出生长大的双胞胎兄弟 这个月也要加入移民行列 因为他们的社区 由邦派把持 生活陷入赤贫 他们手上的这双新鞋 要用来跋涉至少2400公里的赴美之路 他们和成千上万蜂涌美国的宏都拉斯移民一样 要离开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北漂对他们来说不新奇 但当地状况已经不能再糟 去年四级飓风接连袭击 很多人失去所有 半年过去了情况也没有改善 依旧住在临时搭建的组合屋 另一家人则是住在 这个用旧门和帆布搭建的家 水就从旁边的墙渗出来 原本就不好过的日子 再加上新冠疫情封城 当地失业率飙升 根据世界银行 宏都拉斯约一半人口都生活在贫穷线下 贺锦丽口中移民的根本原因 在中美洲白白种 政府腐败到处都是 瓜地马拉粮食短缺 萨尔瓦多长期暴力 尼加拉瓜政府则是铁腕压制 就像这对双胞胎兄弟 他们不想离家但没有工作 又只有小学六年的学历 他们没有其他选择 今年光是五月 美墨边境就有18万移民涌入 是20年来单月最高纪录 想要阻止这些人去美国 恐怕要先给他们一个留下的理由 TV新闻综合报道